闪电是怎么形成的? 闪电是人们在下雨天气经常看到的一种自然现象。 那你知道闪电是怎么形成的吗? 水分子在基与云中因分解和摩擦产生了两种静电。 一种是顶层的正电荷,一种是底层的负电荷, 在地面还有一种正电荷。 当这些异性电荷相遇时, 激烈的电荷中和作用会放出大量的光和热, 就形成了闪电,一道闪电的长度最短为100米, 但最长可达数千米。 它们在空气中一动迅速, 因此形成波浪并发出声音。 闪电会带来危害, 它能击毁房屋,破坏输电线路, 还会引起火灾,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